那是水槍和水桶见人就泼 西班牙马德里年度打水仗活动开跑 街头塞爆民众玩水消暑器 西班牙多地冲上近40度的罕见高温 这让狂袭欧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至少上千人被热死 消防员和大火不斗 冲天火光 转红整个树林 高温助长野火 加泰隆尼亚出动18架直升机灭火 火势一路蔓延冲向住宅区 法国西南部同样野火肆虐 大火吞噬一万多公顷土地 至少1500人被迫撤离 意大利东北度假胜地出现大规模野火 浓烟几十公里外都能看见 第一次英国协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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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协认 面对这波热浪恐怕更难熬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